我只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他們就說沒有錢 現在我們的庫房爆棚都沒有計算 他們說老人家有很多種 有三、四種 你如果不審查 我們想多給一些底點 需要的老人家沒有 我想請問他們 為甚麼稅制不是雷進的呢 這個李嘉誠 那些錢多到失爆棺材 如果他帶到下面 是不是 那你梁振英自己都是有錢人 梁振英都 如果你說有雷進稅 梁振英第一個中 現在還未交代 他自己有多少在海外控股的財產 所以這些人是亂說的 尤其是在文建園 就最混蛋了 他專騙老人家的票 我就覺得 現在已經不是港的時候 是這個抗爭的時候 二十六號就拿上來了 是不是 各位 我呼籲 泛民主派 或者自己說自己是代表 老人家利益的 例如工聯會 我們一定要投票 否決他有假的方法 好嗎 好 還有 在這個議會上面 一定要讓香港人看清楚 我看過狼振英的本性 大話精 喂 老人家的棺材本 你都去畫 他有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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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今天給我想把他扔掉 我想想想想 就留下 拖廁才扔 我再說一次 一年前我扔了 真是胡亂打 就是說這個 全民退休保障三千元 OK 好 三千元 現在他說二千元 他說你先扔吧 喂 阿哥 那你都不要資產審查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要不要資產審查 不要 那一間 如果他 如果他真是 他等著 你們全部 不要浪費金錢 給我 我跟他 玩一個打女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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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